养人,应先养好脚。中医记载,人之有脚,由四树之有根,树枯根先结,人老脚先衰,因此,民间有养树虚护根,养人虚护脚的谚语。因此,睡前用热水泡脚,成了人们养生保健的一大疗法。 中医认为,足部是足三阴晶,足三阳晶的起指点,与全身所有脏腑经络均有密切关系。用热水泡脚,可以起到调整脏腑功能,增强体质的作用。 如果能常用热水泡脚,不但可以促进脚部血液循环,降低局部激张力,而且对消除疲劳,改善睡眠等都有很大避易。 脚是人体的第二个心脏,回流血液需借着肌肉收缩。 经微血管,静脉回到心脏,弱脚的肌肉收缩差。 挤压动作弱,那么下半身的静脉循环变慢。 血氧提供不足,就会使静脉血管内的代谢物酸。 性物增加,无法完全运回心脏,那么就出现下肢肿胀,脚冰冷,痔疮,静脉曲张。 皮肤角质化变粗硬,指甲没光泽。 塌陷,脚中风等症状。 足部热水洗浴的理疗应用范围很广。 一些常见病症均可以缓解或解除。 像风湿病,脾胃病,失眠,头痛,感冒等全身性疾病。 另外,像结瘫,脑外伤,中风,腰椎肩盘突出症,肾病,糖尿病等大病以及重病后的康复及治疗都可以。 经常坚持热水泡脚足疗。 对于缓解现代城市人群一发的各种职业病,往往有事半功倍之效。 比如,精神不振,睡眠不好,头痛头晕,疲乏无力,饮食不佳等一系列不适症状。 把双脚进入到40摄氏度左右的热水中,约15分钟之后,或直至发热,会感到神清气爽,全身轻松。 一些头痛等症状便会明显缓解。 这是因为双脚血管扩张,血液从头部流向脚部,可相对减少脑冲血,从而缓解头痛。 如果在泡脚同时,在不断用手按摩涌泉穴及按压大脚趾后方偏外侧足背的太充穴,还有助于降低血压。 如果是感冒发热并引起的头痛,用热水泡脚还有助于退热。 泡脚方法要得当热水泡脚就是足欲。 属于中医足疗法内容之一,也是一种常用的外置法。 泡脚不同于一般的洗脚,必须将脚泡到一定的程度,达到一定的刺激量,才能发挥作用。 因此,泡脚保健方法一定要得当。 有些人习惯在泡脚时,往往把脚泡得通红,还以为水温越高,效果越好。 殊不知,泡脚水不能太热,太高往往会引起其他方面的不适。 常见有以下四个原因。 其一,水温太高,容易破坏足部皮肤表面的皮脂膜,使脚质层干燥,甚至均裂。 其二,正在发育期的小孩,如果常用过热的水泡脚,便会使足底韧带因受热而变形,松弛。 不利于足弓发育,日久容易诱发扁平足。 其三,水温太高,对患有心脑血管疾病的朋友来说更为不利。 这是因为太热的水会使双脚的血管过度扩张。 那么,人体内的血液便会过多的流向下肢。 从而极易引起,心、脑、肾脏等重要器官工学不足。 其四,糖尿病患者,对水温的高低也应特别留意。 由于病症的原因很容易病发周围神经病变,从而使墨烧神经不能正常感知外界温度。 即使水温很高,也往往感知不到,那么就很容易被烫伤。 脚保健的九个小方法你有在做吗? 1. 沉起点脚尖10秒钟,训练小腿肌肉群,练习5到10次。 2. 脚伸直,脚尖往后板10秒钟,练习5到10次。 3. 按摩小腿,大腿。 4. 脚趾抓毛巾,练习10到20次。 5. 脚泡温水,10分钟。 6. 正逆扭转脚盘,练习1到20次。 7. 揉捏脚趾头。 8. 敲胆筋,胆筋在脚的正外侧,练习5到10回。 9. 走路,20分钟以上。